我们来看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22条的规定 这个规定呢就是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过错推定私由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说这个推定私由呢 过错推定的私由呢 它和过错推定原则有什么区别呢 那在解释这个条文的时候 有人认为这就叫过错推定 原则 那我解释这个就一定是过错推定私由 过错推定原则是这一类侵权行为 它就直接推定过错 你没有过错你自己要证明 你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但就没有责任 这叫过错推定原则 但是法律规定了在这样几种情况下 那直接就推定有过错 这就不是过错推定原则 这是过错推定的私由 那么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过错推定原则 你推定了过错以后 因为它没有别的证据去证明它有过错 那当然你要可以举证责任到之 我证明我自己没有过错的时候 我就不承担责任了 但是过错推定私由呢 按照法律的规定 这种就推定你有过错 推定你有过错以后 还可以准许你提出证据推翻它吗 不能区别在这里 所以这一部分呢 这个条文当中规定这样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有下令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三种 第一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凡的规定 第二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例资料 第三 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例资料 这三种情况呢 直接推定有过错 有医疗技术过失 而且不许 举出反证来推翻 我没有过错 这三个条件 三个免责这个推定是 过错推定是有啊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你违反了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这个其实你违反了这样的规定 其实就说明你有过失了 那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凡的规定 我们说医疗技术过失不是一个客观过失吗 就用客观标准来确定 你有没有过失 那都能证明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特别是有关诊疗规凡 其实已经证明你有过失 但是我们这部说还是推定过失 那当然是 这种情况还可以推翻吗 当然不可以推翻 下面两种情况 都是和病例资料有关的 那么这个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不作为的 一种是作为的 所以第二项就是说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例资料 说发生造成患者损害了 然后发生医疗损害之人纠纷了 那病例资料就是最好的输证啊 医疗机构我就是不提供 我就把它藏起来 那对不起 你只要这样做的时候 那我就认定你有过失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作为的方式 那就是遗失伪造篡改 或者违法销毁病例资料 这是采取积极的行为 对病例资料进行 伪造篡改或者是违法销毁 这一条呢和侵权责任法规定呢 增加了两点 一个是增加遗失 这个遗失不一定是故意的 但是你遗失就是有过失 你把患者的病例资料都给丢了 你还不是有过失吗 就这一点上也可以认定你有过错 那么然后呢 伪造 伪造就是故意的了 发生这个医疗损害的事故以后 我赶紧给你写一个假的病例 这个时候还不认定你有过错 没有过错你干嘛 要伪造呢 那还篡改上来就给你都改吧 这实际上等于是篡改书证 当然要认定你有过失 就推定你有过失 最后呢 这个销毁病例资料 原来侵权责任法规定 就是销毁病例资料 那么现在呢 是加上了一个违法 违法销毁病例资料 为什么要加上一个违法呀 这个病例资料在医院保存 不是一个永久保存的答案 我记得应该是15年的 过了15年以后就可以销毁了 那过了保管期限的销毁 当然是正常的销毁 这个不可以认为 它是推定你有过错 那我想加上违法 这个修私语的时候 就是区别于这种销毁 就是合法的销毁 那如果是违法销毁的话 那也是在毁灭证据 也推定有过失 所以呢 在医疗损害责任当中 有这三种情况之一的 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失 它就应该承担医疗损害责任了 而且不可以举出证据来推翻 这个有一个案件 我一个学生在法院工作 那么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 说这个病例资料呢 是经过篡改 但是呢 当时人又能够举出证据来 证明他当时确实没有过失 这个可不可以 不用这个推定 我说这个还是要推定有过错 他不可以证明自己推翻 我说原因在哪里呢 如果说他伪造了 篡改了这个病例资料 然后他又举出证据来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 那然后我们就不认定了他过错 会不会形成一种情况 发生医疗损害事故以后 医生都修改病例 因为病例在你的手里 都篡改病例 都伪造病例 那这个事情还能管得了吗 所以他的这个推定 是有强制性的意义的 就是说你只要是 遗失伪造篡改 或者是违法小毁病例 或者是隐秘 或者拒绝提供有关的病例 都推定你有过错 不准你再推翻 这样呢就告诉 所有的医护人员 发生医疗损害责任的时候 你必须第一把所有的 病例资料要完全的 完整的把它保存起来 你自己不要去做任何手脚 只要你做手脚 你就要承担 侵权责任 那么也有一个问题 说我对病例 没有做实质性的篡改 我就是对当时一些情况 我补充了一些说明情况 这个算不算篡改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没有改变那个病例资料 对认定 医疗损害责任 发生那种根本性的改变的话 这种情况 可以不用这条规定 不认为它有医疗技术过失 这一部分讲的 就是医疗损害责任的 过错推定事由 这个规则非常重要